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砰砰 砰砰砰 我目前呢 在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学习音乐学专业 在2019年 我就开始了带着古增去旅行的一个计划 每一次街头表演的演出 其实我想把它做成一次音乐会现场 包括是有一些曲子是中国风的 国外的一些流行乐曲 一些二次元的 让整个现场更加丰富起来 迪斯康街头艺术家们表演的感觉 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浪漫吧 它是非常直接的 你喜欢呢 它就会停下来 然后为你鼓掌 如果它不喜欢 它就直接走了 所以我自己也会就是 憧憬 会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啊 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其实内心的话是有一点紧张的 但是 其实表演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虽然就是它可能不是中国人 但是它听到这种曲子可能就会让它在脑海里面 就是想象一下中国的一些画面 脚潮流水或者是很舒缓的一个中国风 它可能会跟着你的音乐 移动起来 在我弹完之后 可能会有三四排小朋友 他们坐在地上啊 或者是围着鼓针坐一圈 然后脱腮 看着我去演奏 我觉得每一次演出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演出 因为观众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还是会每一次都把它当第一次那样去准备 在学校的话我就会抓住一些机会去介绍我们自己的乐器 或者是鼓针音乐 我也会把视频放在YouTube上面 会有一些作曲家 他们就找过来说需要一个鼓针演奏家去演奏他自己做的曲目 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一些合作 合作的曲子的话会是作曲家他自己写的一些 他非常喜爱这个中国文化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有进行一个为期一周左右的一个排练 里面的音乐氛围非常好 大家会互相交流 交流乐器之间的不同 我们演奏的曲目呢 其实是有中国名曲赛马 中国音乐乐器这方面呢 会有阿胡 竹笛和鼓针 然后西洋乐队呢会有一些架子鼓 吉他贝斯和电子钢琴 就是两种不同的中西和鼻的一种感觉 当街头有音乐响起的话 还是非常美好的 我自己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 我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做到以鼓针或者是以音乐作为一个桥梁 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与喜爱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传统的音乐 用一种美的形式去传达出一种美的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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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